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今天从那个山里面回家 然后在路边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野山藏 哦 鲁鱼啊 里面至少有几千鱼 也就是在那个水面上了 黑黑的 而且旁边应该也有屎的 因为从这里路过的时候 发出一股恶臭味哦 鱼腥味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鱼糖 然后养了这么多鱼 感觉它没有翻糖的感觉 不过说那个鱼 读到水面上面 不是啥好事是吧 不过缺氧 而且有的鱼 可以看得出来 已经有点游不动了 我看了里面 最大的有这么大 还有鲤鱼 不过最多的还是草鱼 万一真的缺氧了 到了下午 那真的是损失惨重 关于是它这个鱼糖里面 你看啊 你跟证看 它没有针眼的机子 一个针眼的机子都没有 对对对 但是就是好多鱼 哎呀 这看着我都好着急啊 你那边 那边黑压压的一片 那边 哇 这鱼大部分都还是鱼鸟 大的比较少 有精吧 已经应该是年前放的了 这个山盘也不知道谁包的 大不是很大 但是鱼真的是特别多 应该不只是聚集在这一块 那边应该还有很多 那边黑压压你看不到吗 它们为什么不躲到那个肚底下去啊 太阳底下这样晒 晒几下就没用了呀 哎 有力有动的感觉 我们先把车子放在这里 然后照往下看附近有没有人家 应该是附近人家养的啊 太远了 应该不会包到这个山盘来 在我的自己当中就是 鱼全部浮在水面上 它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在喂食的时候 像这样子的话太不正常了 中间那里有一条大的 一个不动的 它已经都不动了 在这里是吧 这样晒着这样是不行的了 没太多了也不是最好事啊 好吓人吧 我发现这里还是有一条水垢 有这个水浓下去 不过这个水太小了 这样换水应该对那么多鱼的话 没什么作用吧 没有 哦呀 这边看你看那边这样一串 全是一个黑压压的一片鱼 它就跳起来的 有一条鱼在这个鱼背上面 好像都已经受伤了 是不是换铃了 有点红红的 那边啊 倒了一圈 又发现了一户人家 而且这户人家的门 还紧紧的锁着 没有人 这边也能听到那个就是水流的声音 但是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流进那个山长的 这边又没有动静啊 想想我们之前就是 因为天气太热了嘛 家里养的鱼 几条大的翻盘了 心里都好可惜好可惜的那种 像这里这么多鱼 万一有点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更加是可惜了 损失惨重 能养这么多鱼的人家 他肯定也是有一定的养育经验 你会采取一定的 就是这个挽救措施 希望他们看到 就尽快的处理一下 大家觉得就是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它 比较好一点 刚刚我在就是这个房间 走一趋的时候 还发现已经有几条鱼 翻白了 发出一种味道 我的心里都是 替他们好着急好着急啊 好了今天就先分享到这了 拜拜了